国阵成员党之一民政党 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遭遇惨败 所竞选的十一个国会议席和三十一个州议席全军覆没 在听取基层声音后 一致决定退出国阵 大选过后我们有全国总统通见的基层 基层的反应 基层的声音 基层的看法都非常一致 也是说不需要退出国阵 所以今天在大家很认真地去讨论这个课题过后 今天我党也是民政党的就全部一起决定退出国阵 可以说是零反对票的就是一致的战法 全部一致的战法 当被问及民政党退出的主要原因 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表示早在第十三届大选前 就已经出现要退出国阵的声音 只是当时认为并非最佳时机 推出国阵的这个声音的不只是现在 因为早期在2013年第十三届大选过后 我们都有听到基层的声音 就是说要退出国阵 只是说我们那时候还是觉得我们在民政党内国阵里面 还有扮演着智能的角色 所以就没有退出 所以这一次经过大选过后 也经过大家的期训过后呢 这一次的决定的时候 没有2013年之前都有声音 只是说我们不觉得那时候是时候要 要做这个一个那么大的决定 随着成员党相继出走 国阵从原有的十三个成员党 至今只剩下四个 分别为巫统 马华 国大党与人民进步党 国阵会否就此瓦解 而民政党会否效仿一些党 跳槽到希望联盟呢 我觉得国阵他们还是继续有这个国阵的那个成员党来的战 只是说我只是负责 谈的就是民政政治退出国阵 然后我们做好能反对党的 就是我们希望人心给我们的机会 做好成员党的会 是不是你认为国阵还能坚持下去呢 你这样子的 因为每个党呢只要有人民的支持 当然会坚持下去 会不会他会加入是有可能的 还是加入其他呢 我们将会成为一个 独立的反对党 独立的反对党就是说 这一次会出国后呢 我们也不会去 去什么 加入四个这些东西都不会 我们会做好我们的国众 也相信这一年两年里面呢 我们会去整顿整个党 这个会来的更重要的 谢谢 Food 我们下期的特兴 这次的黑暗 我们下期的就是 我们下期的东西 不知道我们下期的 但是我们下期的 我们下期的 我们下期的